时隔五年,德尔玛的吸尘器再获今生 理论上讲,这和新的几乎没什么区别 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吸尘器的电机部分全部拆开 其实品可以再继续使用 只是每天的频繁充电确实很麻烦 这一个就是吸尘器的整个电路板 电路板和电池是焊接在一起的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德尔玛的电路控制板是有欠压保护的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电池的寿命 这一个就是吸尘器的锂电池 型号18650,容量是2500毫安 商量称一下,先看一下它的重量 45克左右,这是普通的锂电池 只有37克,正当情况下 一个锂电池的重量可以决定它的品质 这个就是我刚刚买的四节锂电池 用花了30块钱,先测量一下电压 基本上都是3.5V左右 重量和原装的几乎差很多 44.7克,一节全均7块5 这个价格的锂电池18650的 应该算是普通水平 因为没有点焊机 所以说只能先拿电脑铁加固一下 这做工确实粗糙了一点 但是正常用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所有的焊点,只求牢固,不求没关 大家见笑了哈 焊接完之后,简单做一个通电测试 一切正常,正常点亮 通电压44.21V 其实整个过程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从拆解到安装 理论上讲,稍微有点动作浓烈的朋友 都可以做到 当然吧,也算是一个国民老品牌了 用了5年,锂电池确实也该换了 四节电池呢,下30块钱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现在新机的价格应该是299 这个价格放到整个吸烈器的行业里面 也算是比较便宜的 无线,小巧,犀利大 整机做的比较轻盈 这一点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还是比较友好的 尤其是家里面养了小猫小狗的朋友来说 有一款好的吸烈器 绝对是用打扫卫生的必备利器 换上了吸烈池之后 也简单的做了一个测试 充满电以后 把房间打扫两遍 居然没掉一个电 不得不说 这吸烈池确实挺给力的 花30块钱 满也付货一个吸烈器 我个人的感觉 还是比较划算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简单到这里吧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个蛋 谢谢路过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下期再见